今天的发烧话题来看到前立委郭正亮爆料 AZ去年曾经找上台湾谈合作 希望我国能代工三亿剂的疫苗 但是最后谈判破局 传出是因为台湾自己拒绝 对此 卫福部长陈时中 今天上午在立法院备询的时候也证实 双方的确有谈过 没谈成的原因之一是对方希望的三亿剂 这个产量太大了 另外是因为友人不喜欢 这个友人到底是谁有意见呢 陈时中在立院还有指挥中心的记者会上都没有讲白 只说是因为台湾不需要这么多的疫苗 三亿剂的量对我国来说负担太沉重 AZ在去年八月曾经来台湾 说要请我们代工医剂 但是我们拒绝了 有没有这回事 授权制造 我们也努力了一阵子 那后来双方没有谈成 卫福部长陈时中证实 AZ去年八月确实找过台湾谈代工疫苗 最后却是破局收场 传出是台湾自己不要 一个不是我们不愿意 对有大概一方面也有人不太喜欢这样子 话说得很暧昧 没有不愿意却有人不喜欢 但现在全台脑疫苗荒会后悔吗 你对这样的一个决定你后不后悔 那不见得了 因为现在还有其他的疫苗 如果一样太多的话 那也许会出问题 当初拒绝AZ到底是谁有意见 陈时中透露关键原因 我们那时候提出来说 我们可以来做年产一亿剂的一个规划 那时候他们要求要有三亿剂 那我们觉得那样的一个量 对我们来讲这个太过于沉重了一点 疫苗的策略就是国外采购 国内生产或授权制造 这三条线有机会我们都不放弃 强调疫苗政策一直都是三管齐下 由于台湾疫苗需求量没这么大 总不能把国内生产量能全耗完 还是要储备能量以硬疫情变化 记者综合报导